嗨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廣大之光 和我喝了 為何會有今天這期節目 就是因為有同事考了巨文三次 都過不了 竟然還好意思回答大聲宣揚 我也不知道是誰 稍後出去打架他 讓我們早點提 就不會像我們平時做科目一的題那麼正常 應該是一些比較溜柔的題吧 因為科目一我覺得題題都很溜柔的 你明明科目一根本不是考你的駕駛常識 它是要考你的眼力、你的努力、分析 然後這題有沒有吻含其他意思 好 別說這麼多 做題 我用開車的角度來做這題 即是選什麼 即是我 你不懂這題 我選B 我不行了 你真是死笨 不過這題你就知道ABCD是同一條路 是不同的情況 大雨過後和暴雨中有什麼分別 我想問你 暴雨不是不可以開車的嗎 你的村子有這樣的規定嗎 法律是沒有要求的 道德可能你們村子不給 乖乖知道我們叫中落潭 對啦 你們那邊很害怕 又下雨又中落潭 很危險 我是選A的 正確答案是A Yeah 你玩很多賽車遊戲 你都知道 即是當地有一點水積 是最容易潛的 即是暴力魔托你都玩過的 那個呢 誒 要不會搞什麼 問題2 夜間機動車燈光照射距離由近變軟 此時車輛可能是行駛到什麼位置 A. 行駛到坡地 B. 進入連續彎道 C. 前方出現大坑 D. 前方出現彎道 坡地是有分坡前坡後的 這裡有一輛車 坡前,你開到坡前 遠光燈肯定是照著手的 你上去之後 它就一直照著前面,就軟了 然後當你下坡的時候 它都是會近的 坡地先到哪個位置 行駛到坡地 你模仿一下坡地 這輛是我們自己的車 這輛不是模仿近嗎? 我剛才在做什麼 這輛是對面的車嗎? 這輛是我的車 哦 我們看看其他 連續彎道 彎道是會變近 真的嗎? 這裡是直路 OK 燈光就照著前面 有彎道 燈光就照著彎道 那就近了 前方出的彎道和連續彎道 我現在重複了 好,那我們選A吧 是嗎? 正確答案是A 其實是她的解釋嗎? 是啊 逐漸膨脹 下一題 問題三 行人參與道路交通的主要特點是什麼? A 行動遲緩 B 喜歡聚集圍觀 C 行走隨意性大 方向多變 D 全部都是 我覺得D肯定是錯的 我想選D 我覺得A 我覺得A 是很好 很好 很對嗎? 很不對 難道是C? C肯定是對的 因為無定向喪心病房 走來走去 那些行動 最疾問 但為什麼會有方向多變? 如果一條斑馬線 不是只需要穿過去就可以嗎? 即是你們中樂壇 走斑馬線 是一調頭就要拉 即是走一 要調頭就要拉 因為A的問題 所以我不會選D C 正確答案是C 每一題都對 不過是廣大之光 老司機 下一題 問題4 在標誌標線齊全的高速公路上行車 應按照什麼規定的車道和車速行駛 A 標誌或標線 B 道路交通安全法 C 車輛說明書 D 地方法規 這個太過分了 我覺得是侮辱人 這題是我認識的 A 對 就是A 答案就是在題上 標誌齊全的高速公路上 接著你看說明書 有人假 C 這麼好 即是你開車的時候 忘記了 我記得我做過這題就是A 那就行了 A 正確答案是A 那不是很多A 這麼像頭題 好 下一題 問題5 如途所示 駕駛機動車跟隨前車右轉彎時 應注意什麼 多選 A 前面的車可能停下 B 右側視野盲區內 可能有自行車直行 C 行人可能突然進入 本車前的人行弘道 D 直行的黃色車輛 可能影響本車右轉 A B C 這麼肯定? 你看看 你不能轉的 右邊是實線 我發現你不是看明白這個題 你是錯誤的 現在就是你要右轉 A 前面的車有可能停下 它可以右轉嗎? 其實它是有問題的 它可以在引行道中停下 它現在正在右轉 你肯定要過引行道 你這部車是這樣的 過引行道 這樣過 難怪中落潭 不然就中落潭 前面的車有可能停下 合理 右側視野盲區內 可能有自行車直行 其實也對 因為有單車道 行人有可能進入本車前 剛才說的行人接觸轉 可能到處走 但是D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它是不可能影響到右轉彎 即使這個題它是可以左轉 它還是要遷就我才能玩 它過這個彎也不會影響到我 多選吧 A B C 正確答案是A B C 我們再做多一題就合格 不愧是廣大之角 中落有多少題 中落 16 16題 即是適合8題才合格 有這麼多題 不,車是90分才合格 是啊 90分才合格 是啊 問題6 如圖所示 駕駛機動車在雨天行駛 駕駛人應當注意的是什麼 多選 A 視線不清不能及時發現行人 B 行人可能滑倒 C 行人可能突然進入行車道 D 行人可能會橫穿馬路 你覺得用得傳算嗎? 行人這也有可能 行人突然上你車 有這個選項很好選 行人突然問你拿微信 為什麼不行 行人跳上你車頂 發現原來他警示直輪 為什麼不行 傳算? 對 正確答案是 A B C D 好 下一個 下一個 問題7 出現以下哪種情況時 需要更換輪胎 多選 A 胎側被窄 B 夾石膠多時 C 前輪花紋深度低於3.2毫米 D 輪胎氣門嘴漏氣時 首先B肯定是排除的 夾石膠多你挑出來就行 啊 你有錢都可以換 什麼都可以換 你買了一條新胎 第二天都可以換 如果那些石頭很大塊呢 就像磚頭一樣 你的車胎可以夾到磚頭 這件事已經是吉利斯紀錄圍 又或者你有沒有這部車 拍張照片開眼界 那個村仔真的未見過 前輪花紋深度低 即是它越來越淺 它的抓地力又差了 都會有爆胎的風險 輪胎側被窄 它的危險是所謂的 輪胎氣門嘴漏氣 因為它的氣門嘴和輪胎是一體的 即是它如果是那個氣門嘴漏氣 應該都沒得更換 因為我沒試過 但我覺得唯一可以排除它是B ACD 正確答案是ACD Nice 哇 剛剛出題 這次有沒有獎勵 為什麼 那還要分析這麼多 聲音都三萬 問題8 夜間駕駛汽車在急彎道超車時 要不斷變換遠近光燈 A 正確 B 錯誤 急彎道是不可以超車的 現在不是你轉不轉遠近光燈的問題 我覺得它是急彎道不可以超車的問題 我覺得你又說得對 那就選錯誤 對 錯誤 錯誤 正確答案是 錯誤 即是我的風聲是對的 是啊 千萬不要超車啊 知不知道 下一個 問題9 在路口直行看到圖中鑰匙訊號燈亮時 要儘快加速通過路口 不得停車等待 A 正確 B 錯誤 這條題 指華臣做呢 他可能會選擇正確 他當年問過觀眾一個問題 黃燈是停還是開開 即是一條題分析你是大人的小孩 黃燈對於大人的意思就是 衝呀衝呀衝過去呀 就是這樣 這個是GET 當然是安全圍著黃燈的訊號 就是準備要跳紅燈了 肯定是要減速 黃燈應該要減速 準備要跳紅燈了 所以這個是不得停車等候是錯誤的 B 正確答案是 B 錯誤 我們現在的正確率是百分之一百 你一講完下一題可能我們就錯了 問題10 在路口直行看到圖中鑰匙訊號燈不斷閃爍時 要減速或停車療網 確認安全後通過 A 正確 B 錯誤 不斷閃 情況就是可能這個車不算多 它也不需要用交通燈去指揮這個通車 即是只要你確保安全 你就可以通過 那你減速或停車療網 確認安全後通過 我覺得應該是正確的吧 如果上一題我們是對的話 這題應該不斷閃 我們是要快速通過 不可以滯留那麼多 但不需要 道路上面是 我覺得很少是要你快速通過 不要說 快點 好 我們選A 正確答案是 A 正確 100%正確 下題 問題11 駕駛機和車在路口遇到這種訊號燈亮時 要再停止線前停車官網 確認安全再通過 A 正確 B 錯誤 其實都可以的 被人嗶到飛氣 哈哈 我開車的時候 我的後視鏡 看不看到後面有車嗎 哪個後視鏡 那兩隻呢 看不到的 被你照鏡化妝 你不知道嗎 還有這隻 是你開車的時候 對頭髒嗎 這樣撿個髮型 危險駕駛你 其實你不需要care 後面有沒有車 這條提出給你是 無論有車還是沒有車 你的做法都是要一致的 但它是綠燈 為什麼要觀望 它應該直接走的 觀望是一定要觀望的 它要停車 只要你去路口就要觀望 但是 要停止線前停車觀望 這個是錯誤因為綠燈 你會塞著路 所以肯定錯誤 所以我選B 正確答案是B 錯誤 就是因為停車嗎 停止線停車觀望 綠燈肯定不能停 下一個 問題12 駕駛機動車在路口遇到這種訊號燈亮時 確保安全的情況快速通過 A正確 B錯誤 跟剛才有什麼分別 A 你都說了 上一題的答案 但時B你看看那兩部車 後面的紅燈是否亮了 才說明他們殺警制 蛤? 你看到這麼仔細 不是嗎? 但它說確保安全的情況快速通過 我可以通過了 然後就殺車 不是 但又好像有一個問題 當我被你說服的時候 你開始錄音 不是 這個情況又很偏激 當你過了這條線 它現在正在塞車 你這部車停在中間的位置的時候 那你就會塞住旁邊的通行車 它中間黃色的東西 不是說不能停 黃色那塊不是停車區域嗎? 有可能是停車區域 在路中心 停車 在等待區域? 這條題只不過是問這個綠燈 它又沒有解釋前面是否塞車 那你不說 但你又說 因為前面是在塞車 所以你過了就會停在路中心 你在中間的時候就會影響 待會隔離車道的直行和轉左 這件事就很複雜了 這樣說你怎麼說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就題而言 我覺得是正確的 B 正確答案是B 錯誤 真的因為我說那個嗎? 機動車遇到有前方交叉路口 交通阻塞時 應當依次停在路口以外 等待不得進入路口 還有分析的一樣 但我就是覺得你這條題沒有說 我就直接選了A 那就得到下一題了 問題十三 以下標誌分別是什麼意思? 右邊是全路斷止停車 左邊是有得停車是嗎?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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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都是不讓停 但是它的分別就是有條件 全不全路斷是嗎? 左邊的是該路斷 右邊的是全路斷 你這條路有這個牌 當然是全路斷止 難道這個位置不讓停嗎? 那我整條路堆陷了 這些牌才不讓停 就是每個車的位置堆陷 我記得這個牌下面 好像有一些會有時間的 就是告訴你幾點到幾點不讓停 現在沒有這個時間就是 全時間不讓停 右邊的是全時間 全路斷都不可以 左邊的是 應該是臨時 可以臨時但是 停一會 是 但不能長期停 一個是臨時一個是舉停 好 開估 是對的 Woo 走一會 走一會 問題14 以下標誌分別是什麼意思 竟然不一樣 有一個是直行車道 直行車道難道是 左邊 右邊 左邊我看到它應該是高速看到它 左邊那個 可以問現場觀眾嗎 不可以 現場觀眾都知道答案 真的 燈門道是不是這樣的 不是 左邊是直行 右邊是單行道 難道是 我看到圓圈的路是階 那些路 所以這個應該是單行 長方形有沒有見過 長方形就是高速 高速的牌 高速的牌 高速圓圈牌 好像比較多 就是限速 或者解除限速 那些 這個應該是向前 然後轉左右 左邊是直行方向 右邊是單行 是錯的 你們的答案 調轉了 蛤? 即是左邊是單行 但如果左邊是單行 我為什麼不認得它 還有幾題 還是兩題 是啊 下一題 問題15 以下標誌分別是什麼意思 咦? 這個不是那個 雙峰感冒的 那個樣子 什麼意思 這個是左右車道 我有印象 一個是左 一個是右 我們可不可以答 左側車行 不是 走左側車道 走右側車道 對嗎? 左邊車道不可以去右邊車道 即是如果是左邊那個 應該是左側不可以進入右側 右邊那個 應該是右側的車道 不可以進入左側的車道 意思接近 我呀? 她呀 我記得是左右的 即是告訴你 你要走這邊 然後走這邊 因為它整路的時候會有這些牌 左側行駛 右側行駛 是 可以了 好 問題16 以下標誌分別是什麼意思 這個印象很深刻 因為你很少看到這麼有趣的牌 你明白嗎? 前面有火車嗎? 火車的口 就是叮叮叮叮的 總之有火車過 右邊那個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一樣 就是告訴你 一撐就代表多少 幾百米 我記得是 前面是300米 還是200米 沒有那麼多 一條好像 150 我覺得幾十的 哪有百多的 150太多 而且你怎麼會一條是150 你不給兩條就是300米 我扔 但是很扔 你還要計算50 不是50 就是150 我覺得應該是50 50可以計算150 前方有鐵路閘口 大概 我駕車支援就可以了 我不用一字不留 前方要注意 對 有這個 插口也好 有火車也好 對 導演 右邊就是50米之後 就有這個東西 對 我真的對 是嗎 無人看守鐵路道口 他無人看守鐵路道口 50米 我記得是50 16題 咦? 咦? 我們做完了 算了算了 不合格嗎? 兩題已經不合格 等一下 我有疑問 這些題是要我們完全說出來的 這詞已經很不科學 對 你這樣看我們不合格 我不同意 我們一路披經斬擊 對 對 準備都沒有做過 可以回答這個分數 已經很給臉了 要我們淘口說出來 對 還要說我們不合格 喂 真是過分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當你正正式式去學車的時候 是一件很嚴肅的事 不單是你自己的生命 有行人 有其他的車輛 有別人的財產 有別人的生命 所以這件事應該要被嚴肅對待 如果我們不認真對待開車這件事 是沒有Take-Two的 無論是呼噪也好 難也好 煩也好 這些一定要學好它 一定要很嚴肅地認真對讀 希望大家可以早日拿到車牌 做一個自由自在的老司機 好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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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廣大之國